各位注意哦,記得第一步,另存新檔 找到其他格式 這邊選擇爭議級 它會自動跳到這邊,你把它存在這裡就OK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再到那個其他命令裡面 爭議級 執行這個按鈕 確定他有沒有打勾 打勾的話 那就表示他walk了 OK 那再來就是會有幾個問題說 那問題是怎麼樣 你打開爭議級 你會發現他多了一個 一定是放在最上面 而且檔案一定是XL A 記得是A,不是X,也不是S M 那裡面的話就會有模組 模組的話打開來就是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VBA程式 那問題 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將來給人家東西 如果有發現有新人,他就很聰明,他就直接打開來就看到你寫東西在這裡 他也許就是幫你去修改,用你的東西 去做 那你如果很care這個事情的話 如何保護 保護 特別注意 保護你的那個 就是VBA程式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保護你的VBA程式 你就要先看 你要保護的是哪一個 比如說你要保護的是 你要給人家那個檔案 也許這一個 也許是爭議級 還沒給人家之前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上方 有一個叫VBA 屬性 其實很好找 你就是 只要他這個 這個 專案 其實專案總管裡面 就是以那個一個專案當一個單位 那一個單位前面都會有一個加號 展開來 那裡面一定就有物件 這個物件指的就是工作表跟工作部 那如果有表單的話 像我這邊有表單 會跳表單 如果有模組就會有模組 那如果你要保護的話 記得喔 在最上方 按滑鼠右鍵 找到 VBA的project 就是他的專案屬性 找到有沒有 右鍵喔 右鍵他的專案屬性裡面呢 有一個叫保護 保護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先打勾 再加上密碼 加密碼 好加了之後有沒有 按確定 這個時候請你把它關掉 再把它關掉 整個全部關掉 這個時候呢 請你再重新啟動 因為他必須要關掉 重新啟動之後 他的那個保護才會生效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在切到你的Visual Basic裡面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這個 我保護的是上面這個 你按下加號 按下模組 看一下這個 VBA 這個可 跟正一下這個 應該是保護 因為 這個正義期如果已經除了 這個是 我換一下 如果我今天改這個好了 這個是 原來的 Excel檔 一樣的方法 這個保護打勾 加一個密碼 特別注意喔 這個密碼的話 你自己要記得喔 因為將來如果你密碼不見 忘記的話喔 也沒有人會知道 我把這個地方喔 再做一個儲存 關起來 再打開 你看 理論上喔 這個應該就可以 OK 這裡你會發現喔 這個我剛是鎖這個 點開它 密碼就跳出來 那 正義級啊 因為我已經存了啦 所以如果說你要在保護的話 你要先把它做保護之後 再做令存心檔 它才會發生效用 這個時候如果對方不知道你的密碼的話 也許他亂key啦 你亂確定 他會出現密碼不正確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 特別注意喔 不過你要知道喔 這個密碼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要像有些同學喔 突然有一天忘了密碼跑來問我 我怎麼會知道你的密碼 OK 當然這個地方如果你忘了密碼的話 好那這裡面的程式 就 跟你說拜拜了 OK 我是知道有方法可以破解 有那個 一直亂 那種亂踹密碼的小程式啦 它可以幫你踹到OK可以看到 但是其實我很少用 我好像很久以前用過一次 可以把裡面密碼破解 但是那畢竟喔 不是正規的啦 好有那種方法 但是那個可能是 就像你 你突然鑰匙忘了帶啊 你要找鎖匠是同樣的道理啊 你應該很少會有這種機會 但是如果遇到的話 應該反正再說好了 OK好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利用這個方法 然後把密碼解開來 這個時候才可以 如果你以後要把密碼解掉的話 一樣就是再回到這邊 把這個取消掉 密碼刪掉 就沒有了 OK好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 那正義集 恐怕就是說另外還要再另外存一次 因為正義集好像已經存了 它就沒辦法再改 所以我就在 改完這個檔之後 再把剛剛的正義集 蓋掉 蓋掉 儲存掉 我想應該這樣子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開起來了 所以必須怎麼樣 先把那個正義集 先 卸下來 才能夠去把它 先把它卸下來 才能把它另存 把另存 再看 這個就OK 這個已經 再 所以 剛剛那個正義集 你 沒辦法改 你要把它 先卸下來 再另存把它蓋掉 然後再把它重新啟動起來 这个时候 它应该 这个密码应该才会生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对这个时候 两个都有加密码 所以如果真意集已经启动了 那就不能改了